我們現在要示範一下這個demo的流程 那一開始就是要先錄製訓練的資料 那剛開始會先錄正常的震動 那我們就先按下這個按鈕 來錄製無筆 然後這個時候在錄製出水口半關的狀況 然後開始錄 好然後第三種情況是要錄製 錄水口半關的情況 好然後現在就已經全部錄完要等他訓練 訓練完後就會開始即時分析 那現在就是完全正常的狀況下就會亮綠燈 那如果把出水口半關的話 狀態燈就會改為黃燈 那我現在再把入水口做半關 下一種 指示燈就會改為紅燈 枇式燈就會改為紅燈 感谢观看